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盒子基本上就跟拉米的Selfry没有什么差别 就简称一个龙骨盒呗 然后我买回来我也还没打开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永生的标志 这里这个地方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两边都有了 反正然后打开一下 对吧 打开的时候 然后然后这里打开看到 等一下啊 我拿一下一个手电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刚刚去忘了 那个手电现在回来了 然后这个包装上面看 那根笔其实能透的出来的 有点透 然后说明书呗 这个就从这边去看 我估计它包装上面的话 有有时候可能是笔和那个说明书放在一边 因为那个 拉米的这个包装是 你看 对 你看它是 嗯 这样子就说斜着放的嘛 对吧 这边或者放这边嘛 基本上 那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说 一边全是那个说明书和那个笔 呃反正龙骨盒嘛 就是给人感觉有点透视那感觉 呃然后有点惊奇感嘛 就跟苹果那手机打开方式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纸啊 反正这个我觉得有点乖乖 还不如说 可能是说这样子放的在这个地方 对 放在这边 然后这样子 在里面一点可能还好一点 然后说明书就 哇金光闪闪的 这个笔线不要了 呃 然后这样子 正常的说明书呗 对吧 反正双十一 反正肯定都是那个解体字 这下来看 嗯 嗯 你们喜欢看就这一段就放慢一点吧 然后哎还告诉你怎么拆笔 哎 总共十一个配件是吧 嗯 估计我暂时也不会拆了 然后这里怎么用 呃 OK 就好的就是拔一下转一下什么的 呃 然后再下来的话 嗯 哎呀还有房子那么挺贴心的这个地方 呃 多余的 哦房子过的好吧 都有时间再看吧 然后冲洗就前面这个总人拆一下就可以了 呃等会再看吧 哈 那个先放一边去 呃 然后这个啊 也是正常的夹一下 然后这一根房的笔就肯定是那个PAK51了 只是把它换成一个火彩沙漠的一个机制 然后整个笔你看到也挺亮的 哎呀反射到我自己了 哎好伤心啊 啊反但证明说还是自然还是OK的 虽然我不太喜欢反射到自己 呃尽量不露脸了 然后这个箭头就是正常的 你们知道了呗 呃 然后这个的话整根都透明 这也是一个金 呃 塑料件了这个拿起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那种塑料感觉不是很重 也不是冰冷的 然后这根笔 呃这里看一下 哦应该拔的耳光是 就这样子吧 然后就 活在沙漠嘛对吧 然后哎我又拿我哪东西 你们再等我一下我拿一下那个尺子 还有那个墨水 好的我又回来了 好这些东西应该都准备好了 哎你也看到也有尺子了对吧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的一个尺寸多少 来我先放一下 然后这里对呃尺寸的话 大概是那个14.3的一个厘米对吧 这是插完笔盖的 然后打开的时候反正记得比打开的时候一定悬开 四下选不要直接拔啊 因为插拔的很少 然后这个选的时候 它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呃 没什么杂音 就还算是比较顺嘛 毕竟这个笔也不是很贵 对吧 比如果跟那个什么百乐的88G的那些笔 其实这个笔的价格还不到他一半 呃 那这个你给我们看的 完全全新的没有上墨 透明示范比上过墨的同学都知道 呃这样子啊 比高兴方好 一个个跟大家讲 呃直径的话 顺便看一看吧 直径的话 1.2 1.3左右吧 好 然后这个这样子 呃 基本上如果所以说透明示范比 通常为什么不建议上黑色 等会上你们就知道了 呃这里上的时候 这里会灌了一些很多的黑色 灌了黑色以后吧 就会什么样一个问题呢 对洗的时候它肯定会残留的 当然你最后灌新的摩水的时候 这那些可能会没那么明显 但是透明示范比很少人会灌黑色 那拔开一下就这样子就前后嘛对吧 这个声音 质量有点 不是很顺 但是还ok了 有些它并价格很实惠的 有些要求就不要太过分了 那这个就正常的活塞活塞上墨对吧 就这样灌 那就这样子 对就没还是挺顺的 没什么特别感觉 然后比肩的话就是一个按键钢笔 就是很少见的嘛 因为按键笔本身就比较少 另外一个而且还是活塞的按键笔 所以我就归买一根 然后这里这个点 有时候有些强迫性的人就不太喜欢 我估计是那个模具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充进以后 然后把这个东西剪开吧 不太确定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把它扭开一下是这样子 对把那个总成给打开一下 现在是打开以后对就很正常 一个小小的钢笔接 果然是果然是在里面 那应该是碰到或什么的吧 或者是说那个开完膜以后 转出来的时候需要剪断 就一个小内容什么小水口吧 那这个反而还行吗 整个看起来挺光亮的 这有点不是很刺也还行 那这个分放 然后这个笔就正常的呗 来到时候上墨的话 然后就会看得到就是里面那个地方 就会全全上上满了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是正常的按键比 所以比较细 所以它的张张力不会那么强 等会会试写一下 专门就是说拍这个片 然后来来试写的啊 然后这个先把它上回去 呃OK整个 然后还行 扭扭起来的时候起码这些东西对准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对还是对准的还是OK 我不要讨厌那个 呃因为我刚其实看看到了 但是没有跟大家讲是这样子 这个一扭扭上的时候 你看到对 呃这个你现在看可能尖 你看到这里这个地方 其实尖就是说尖的那个表面 就是说上面那个面没有对准这个箭头 呃如果是好的笔的话正常都是可以对准 但这个没有 但是啊这个可以接受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比方摸下去都不是很冰冷 基本上呃都属于那个塑料的那个电镀键 而且就应该都是了 然后其他里面的这些都是一个冲压键 呃也没什么好讲的 OK呃里面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这里我放下 看到这个黑色那地方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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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啊 黑色这个地方是什么 那个就是防防干末的一个东西 其实做起来这个笔还是挺有心思的 里面这个也是故意再加了一层这个 做一个呃就是说卡呃呃怎么说 就是一个防干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贤心的 这根笔还是比起之前永生的笔来讲 还算是比较一个怎么讲呃突出 就是说还是真的是用心之助 跟我之前提早给你们发一个视频 呃那个视频反正你们看右上这个图啊 呃我觉得还是OK的 其实所以说这根笔我等会试写一下 看一下感觉如何OK的 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买的 因为呃最近买的比都比较便宜的 这一类的性价比比较高 实用性比较高的 就是说有些像你们买万宝龙那种更多 是一个身份吗 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干比爱好者 对吧你又想用干比 然后又不想说一开始买太贵的 我觉得呃还是有很多比较推荐的 那今天我就先上磨吧 然后我用了墨水统一就肯定是这个了 Waterman的一个那个50毫升的一个正常 反正就是说它的八色嘛 我基本上就是用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它的盖子相对来讲我比较喜欢 就是它的盖子 好 好 就它的盖子相当来讲就有点摩擦力 什么的这些 你们能应该能看得清楚对吧 呃然后瓶子什么的 其实啊现在蛮磨满的 因为我是有好几瓶的 然后我习惯是灌满 呃纸巾准备一下就要准备 纸巾准备好在旁边啊 记得说东西要很完善的这样子 非常有条例的 那这时候我们开始上磨吧 呃我可能尽量斜一点嘛 哈 然后这个先拔开对吧 这里先拔开一下 然后先这样子 先拉到这个磨 然后往往呃顺时针 然后往自己这边转 转到的时候就说这个活塞是 往自己这边最自己这这方向最近的 然后笔插进去 然后就逆指针 对吧 希望你们能看到我这个活塞一直在进 往前走 现在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对吧 空气给挤进去 然后这时候我们上磨 哎 开始了开始了 来来来来来 哇好紧张啊这个这一下 然后你看这个活塞慢慢往上了往上了 ok ok 哎呀这样子就第一次就没了 这根笔的啊好快 然后 还是这个时候按的时候记得还是保持在墨水里面 我刚刚也放了一个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墨水的时候你按了然后弹的时候 它连性还是比较有连 干笔墨水是属于本身什么连性比较强的一根笔 所以说我觉得是说你最好就这样子 然后按下去 对这个怕一下如果是说有些比不太好的 然后那墨水会弹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张力这样子 ok 弄到手了一点点 哎 你看这纸透掉后面所以就 就记得拿一下好点子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上完墨了呗 基本上就这样子 哎再打一个灯给大家看看 你看那就正常的一个什么就正常的一个上完墨吗 黑色的我我是上黑色的 因为我不 我是不玩墨水的我四笔比较多啊 然后这样子就ok了算是一根 还是挺我觉得挺唯美的一根笔了 再盖上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把这个墨水给关一下 ok然后这根笔就这样子看的话还是感觉还是挺好的 就这样甩 然后透明示范笔嘛 毕竟就是说它的一个可透性比较强 然后给人感觉就是说很惊艳嘛 这种感觉 毕竟透明示范笔还是比较特别的 那这时候我们拿一支 拿一张纸来试一下吧 哎呀 拿一张小一点哦 折一折吧 毕竟屏幕比较小啊 这个啊 永生618 对吧 我没记错数字 因为我对数字不是很感冒 呃 应该是永生618 还是698 看一下 好 没写行吧 没关系 然后有一张纸啊 我纸还是一样不要丑 就大家都当代了 然后写一下那个永生嘛 对吧 我就慢慢写吧 这次 嗯 啊我这个是EF间的 忘记跟大家讲了 EF 对就这样子永生的EF间 呃 反正写起来的时候还是很扎实 有点韧性 我这个是肝肝肝的 就正常就粗细没有很明显变化 这也是一个按键钢笔的一个特点嘛 对吧 然后再写一下 其他的话 基本上就粗细对吧 很正常呗 就是说你看粗细没什么变化 跟我这边测试百利金 然后再下来的话 整个数据感觉还是说 对 不是很刮指 其实EF间的话 可能它本力磨得比较好 对吧 对不是很刮指 所以要写起来还是比较顺滑的还是ok 但是你要说要写的 好像万宝龙那种149那种 就是滑的不行那种那种还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性价比问题 但我觉得这根笔 我自己买回来相当满意 可以做一个平常书写用的一根笔 我拿一下别的笔 然后给你们那个去对比一下 好 又要等我一下了 不好意思 非常不好意思啊 这个笔啊 给评测个笔 然后跑这么多趟 OK 那你们等了 好这个先试一下 这根百利金的M205 你之前我做过评测的 对喜欢的话 还是回去那个 我之前做的视频去看啊 然后这样子 呃 百利金啊 百利金的话 沙漠有一个地方跟它不一样 就是说 刚刚这个永生的这根 它是要拔一下的吗 对吧 百利金是没有的 直接直接转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写一下吧 这个是百利金的EF间 嗯 205对吧 呃 反正粗度你们看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百利金的话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越压越粗 但是永生这根我刚试完呃做不到 就是说我通过轻啊 就是说轻重的变化它是可以的 输的也没有问题 对吧 但那个反正两个都是EF间的 真是很正常EF间 对吧 然后这个再试一下无印的F间啊 我经常找一些就你们可能会有的 比如说你们有机会 机会试的笔 然后那你们有一个对比呗 但便宜的笔记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品控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买回来就是一种赌博的感觉 嗯 这里有样吧 就是说无印对吧 呃 无印是那个F间的 然后一样呗 无印的话 反正也是有点那个 就是说 就是说一样你 你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轻轻的 有点这个效果还是OK的 毕竟它这 呃 Snyder的那个肩 还是 我 我觉得还是那个啊 呃 Smith Smith的那个肩的话 还是 我觉得 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这两根主要 可能是本身他们这两根比 他是民间的嘛 所以说他弹力肯定比按肩的好 但现在给你们放 我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的一个粗度 其实没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你看到粗细其实差不多 EF间 无印的F间也差不多 所以说EF和F其实差不了多少 你除非EF特别 如果你真的肩要这么明显 还是EF跟B吧 因为跟你平常书写 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因为你真的要书写 真的要细的那种 对吧 就是说可能是品控问题吧 如果你要真的要细 还是买那个纳米的selfie 或者是Snyder那一类的笔尖 他那个做的会比较更会更细一点 那整个效果 然后我现在拿拿这个笔来试一下 嗯哼 是Snyder 当然还有一个是问题 我我没法保证就是那个 凭空问题啊 然后也是Snyder是做那个EF间 我买基本上是买EF的 如果我签字的话会买那个M或者B比较多一点 F反而是我比较少买的一个笔尖 然后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差别并不是 如果我现在写 你这么看其实差别不会特别大 因为我 对本子不是很感冒 我通常是随便拿一张纸来写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特定的本子的话 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纸的话 其实那个间的差别不是很大 你真要细我还是那句 你你买中性笔 或者买圆珠笔会好一点 然后ok了 基本上示范就差不多这样子对吧 那回来讲我们的一个永生笔 反正这个我觉得是良心良心产品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满意 而且它有很多颜色 有蓝色的红色的 就透明蓝透明红 然后金甲银甲嘛 就分别对对呃呃呃 就说你可以那个什么就对配呗 反正还是ok的一根笔 然后拿起来的书写感受吧 对吧 还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有的有的地方垫对吧 然后这写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ok了 因为我拿笔拿笔记的呗 实质是比拇指前的 呃整根笔的话的一个 就是说不代比那个什么 就是说比较的长度 其实 对刚好13 对我说刚好我喜欢的一个长度 13 因为是我自己的手嘛 然后当通常13的话肯定可以了 然后有些人喜欢拿厚一点 但是通常拿厚 我不太喜欢就拿到这个地方 就罗人的地方 所以说呃 而且我建议是买那种 就是说没有 不写不要像他 那种就会固定手势 为什么 有时候你写的时候 你会运笔吗 你会左甩右甩 就是说这样子甩一下 或者这样子争扭一下 那个笔非常不适合运笔 就是说你写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呃链字也ok 但是到后面还是买这种 就是说过前面是光滑的这种 然后像百利金m2版 那个比较完美 那种就这个 有一个这样子 这个凹槽 就这个凹槽下去是最好的 反正反正比握的话 最好是这百利金这种了 只是说这个罗人有点有有 这个这个呃什么呃 这个握具还是有点短 长一点 那就更ok了 那可能所以说很多人 为什么喜欢800元 就在这里 好 那那个今天这个就是永生618的 一个甘米评测视频 呃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我再给你们做一个重置 或者怎么样 好 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d étape movement 猶眼 就一定会知道